Law of Integral Indices 我们今天继续讲讲中三的指数定律 Law of Integral Indices 我们继续Advanced Type Simplify 这一题就坚抽了 考试如果出这题就真是心到霸露 不过我们继续讲 而且,认识的同学 你可以不用看之前的视频 因为这条会囊括整课主軸 立即看看这题目如何拆解 很多时候我推崇要同学 但你会发觉 上高的分子 没有同学 二和五混合不上 那怎么办 立即给大家一个重要记录 自己和学生抄下 其实这一课的主軸很简单 有个程序去跟进 做这些题目 其实不是做这些 是做整个题目 是有三个procedure 第一,就是要同学 一直都在讲这些东西 即是说你的底数是一样的 但有时,如果底数不太好 你又要开始转转频道 那就是Same Prime Base Prime 的意思是质素 即是有时,很多题目的数字比较大 你转不到Same Base 不要紧要 你就要立即移转 去转Same Prime Base 质素 例如什么题目呢? 很大机会 题目的Base 比4 有时是8 你发现4和8 首先,以此方来说 4的2次不是8 要提醒大家 4和8是2次 因为4是2次 8是2次 如果大家都转做2 它未有质素的Base 那就可以做到 但这一题也是不成功的 为何呢? 因为2和5都混合不上 那你的同学 就要转转 靈活地运用第三个Procedure 就是Same Index 即是要把物体 变成同一个次方 那你就能混合到 其实每次做这些题目 多说一些 你第一个步骤 要转Same Base 转不到的话 要转Same Prime Base 質素的Base 如果这两个都弄不成功 不用怕 你可以转Channel 因为你看到今天的视频 就是转同一个次方 这样就会做到 其实反过来 做完同一个次方 我Loop做第一 二、三个 这样就会不断地做到 这题目 待会我都会Loop 首先拆解这题目 说到这么多 看到我的2N-2次 和N-1次 待会都会拆 还有这个固活 也会拆 首先第一个 我给大家提示 螢光幕右手 之前做过很多次 就是把2N-2次 work the way back 拆两项 变成2N-2N-2 和2N-2次 接着5N-2次 外面再转Square 就把铝外双成 变成5N-2次 下面的100 离奇地大 你觉得很不合理 所以就变成10Square 所以就变成10Square 到下一步 下一步 之前 看看蓝色的东西 蓝色就是我们要的东西 你有没有发觉 大家不同的Base 但它现在同似方 好 好 这两个蓝色 当然是group 好 2的负2次 在后面 再把下面10Square 乘成N-1 就变成2N-2次 固定律的其中一个 index 现在好比 AN次B次 就是2的2N次 和5的2N次 有什么比喻 就是A和B 就是2和5 大家不同的Base 但切方一样 2N 我就去Badward 又是 把2N次抽出 去挖回的外边 那里面就剩下 A和B 就是2乘5 就变成下方的这个步骤 那为什么抽出来有什么好呢 现在就好 2乘5就是10 那和下面的Base 一样 我们loop完 Same Index 就loop到Same Base 那就做到了 而最后 把下面10的2N-2 拆分成两项 那变成10的2N和10的负义 上下见到10的2N 当然就是弱了 剩下的不用多说 当然是数机出动 一按数机 答案 立刻出25了 不明白的同学 不用怕的 你们只要看之前的视频 逐步逐步上 你一定会明白的 所以记得Subscribe 我们的数学999 考试不用手啊 手啊手啊 立 atrás的 conference 西智 只并 除 我们 浮